哈囉 各位親愛小女的老鐵們又來了 這一集我們來看這個一個遊戲 這個是iPhone、iPad之前在談的 就是我覺得很不錯的遊戲 推薦給你們 玩一次給你們看 這個遊戲叫做Vangory 它是中文叫做虛榮 它是一種策略遊戲 它可以5打5也可以3打3 那我們今天玩看看 給你們看說這個遊戲 當然它這個介面可以 可以調成那個中文的介面 那因為我已經比較習慣了 所以我都是用成英文的 所以它調成中文也是很簡單 沒有你想像中的難 然後它也是可以買武器 然後 基本上跟你們玩的那個什麼 什麼英雄聯盟 或者一些什麼策略遊戲 是很類似的 就是買武器加點數 然後攻擊 只是說它的操控的話 是用螢幕觸控就可以了 所以非常的方便 那它當時是 當年是稱為說是 iPhone、iPad平板中最好的遊戲 因為它的這個操控 它不是用那種搖桿 它可以用點的 所以他們看到螢幕有那個點 就是我在點 就是好像有一點直覺性的操作 不管是放大絕招啦 或者是一些什麼 不過如果你們像你們在玩那種 有用搖桿操控的 我覺得你們那個技術層面會更高 畢竟那一種的還有 還有很多的東西可以去弄 那這個的部分 虛龍的話 它是算比較簡單的 你看我現在就第一殺了 那是因為我的技術還不錯啦 我在這個遊戲的排名 是算滿前面的 不過這種遊戲就是 有時候跟你的排名也不一定 因為它 還是要牽涉到隊友 所以這種五打五的 這個隊友也蠻厲害的 它這個用這個拉的東西把它拉回來 現在一開始就兩殺了 兩殺就是都是由我殺的 買個鞋子 那我現在出的裝是 武器裝 我現在就是兩二殺都是我殺的 我選這個是一個機槍兵 這個機槍兵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很好操控 哇我隊友死掉了 看來有點當機 不知道為什麼會當機 那像我對線這個火龍啊 就很討厭這個 它的距離很遠啊 所以我一燒 一下就被燒的就快沒有血了 所以有時候這個對線 它有一些兵種 還是的確是會護客的 像我現在就要回城鎮了 因為我已經沒有血了 不過這邊還有很多小兵 我看能不能吃小兵 你看那隻火龍把我 逼到這個牆角 真的是有點麻煩 不是沒有太大的優勢喔 畢竟一開始就被人家逼成這不得性了 我的出裝會先出這個 吸血的面具 就是我的攻擊會 可以恢復血量 然後這一樣要打個這個野怪 然後來提升自己的經驗值 我們上方的那個Tony 有點危險了 還沒有人要去幫忙 所以這一局其實不是很樂觀啊 所以這一局不管贏跟輸吧 就 玩一次給你們看 對方的這一個 這一個角色是 叫什麼太極什麼的 張三豐 他是一個武師 然後他的血很厚 所以很難打 他是算一個輔助的角色 那個隊友不行 完了 那這一局 這一局 一開始就是 2比2了 兩殺 好 喔唷 被我宰掉了 所以 我已經三殺了 開局 還不錯 我們這個TREX這一個隊友 不知道在幹什麼 這種策略遊戲 應該很多小老弟在玩 不過我會建議說如果你是想要玩 我是覺得我這一款的這種操控是蠻簡單的 會比你們玩那種用搖桿圓圈的那種會更簡單一點 因為我是用觸控的 當然我也可以去設定是用 就是用搖桿 不過我都習慣用點的 點螢幕來觸控 然後這個用iPad來玩的話就會很好玩 我現在在錄也是用iPad在錄 也是來測試一下 我用螢幕 螢幕截屏的方式錄 然後另一個部分是我用 另外一台 Apple的裝置來錄音 那我等一下用一個軟體 就是把兩個再合在一起 轉播一下有平時玩的遊戲這樣子 看大家都玩那種策略遊戲玩得很激烈 那我是玩 這種這個是歐美他們是排名第一的啦 不過這個遊戲好像倒掉了 這個遊戲好像因為 之前的精靈不知道怎麼樣 這個遊戲之前都打世界盃喔 他也有打到世界盃的這種 舉辦這種遊戲 不過後來好像就沒有了 就沒落了 所以很可惜阿 所以他現在這個遊戲的話 比較大的問題是說 你現在上去配對的話會比較少人 配對的部分人變比較少 所以有時候你要等 你要等啦 要等國外的 看有沒有玩家 我們打野的這個 隊友不是很厲害 所以我們現在右下角那邊 有一點危險 不錯不錯喔 但是我們的輔助蠻厲害的 但是我們的輔助蠻厲害的 要小心要小心阿 不要亂跑等一下死掉 那我的這一隻機槍兵阿是 之前如果有排名的話 我的機槍兵是非常非常強的 等於說我現在就是 拿我的王牌在打 那就是為什麼會有自信是真的還蠻厲害的 只是我說這種遊戲 還是有要 隊友也不能太爛喔 你隊友太爛你還是會掛掉 就是你這個有時候他五個一起打你一個 你再厲害也沒用 然後對方現在也很奇怪齁 都躲著 不曉得對方現在在幹什麼 感覺好像人都不見了 那邊打人 沒有要求 唉唷 隊友還蠻厲害的 唉唷 隊友還蠻厲害的 阿凱想要殺隊友啊 就 加速過去 救了一下隊友 那他這一個遊戲的角色也是非常多 所以如果你想要玩另外一種就是用螢幕觸控 直接用點的來執行指令的遊戲的話 策略遊戲的話這個是不錯 他就不用用那個什麼 就是有搖桿就是 就是往前往後那種怎麼辦 已經試殺了 那我們這一次的團戰打的是蠻漂亮的 他這個也是有捕獲這什麼龍啊 講什麼八龍還是什麼龍 那我們現在打的這隻龍是 就是他會幫你補血跟 補血增加防護罩的 我隊友怎麼死的啊 3殺了齁 自己的經驗還不錯啦 打起來還算還算厲害啊 不好意思就是3殺了齁 看有沒有機會5殺齁 所以我現在的戰績是 殺7個囉 然後他左下角的部分是有那個 是有靴子啦 或者是一些什麼 東西可以用 要殺掉一個啦 好啦8比0喔 不過這一場的話 我如果說實話的話 是對方我覺得 對方可能 有一點內鬨吧 就是他們在打 像剛才這個火龍為什麼會自己單獨行動 而且跑到 跑到我們的家裡來單獨行動 我覺得這比較不合邏輯 但我覺得他們好像有一點放棄 但都沒有人在守 好看喔 像這邊應該要是跑人 不能再過去會死啊 你看我們這個 這個遊戲有時候 你不能蠻幹的 你如果自己 你自己如果自己一個人啊 你一個人落單的話 你就會死的難看了 怎麼有隊友想要投降 幹什麼 他左下角這個框框 就是有人想投降 我們現在領先 好歹我這一場已經殺8個人了 8殺0死 0次沒有死掉 還要投降 又殺一個人 對 他們這個火龍是發瘋了是不是 就示範一場這種遊戲給你們看 就是 就是我蠻喜歡的一個策略遊戲 我覺得他的畫面啊 畫面聲音啊 各項的都很不錯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已經倒掉了 完了我應該掛掉了 你看我這隊友都不過來啊 就 他就自以為會贏了 就跑掉了 他就死了 好吧 死掉一次啦 沒有人要過來 大家 各打各的 你各打各的 這個就是一個 基本上他3打2 3打1 你都很難打 打那麼久還殺不死啊 真的動不去 再買一把斧頭好了 看樣子 隊友是 各打各的 他們以為是一場一定贏定啦 一直被逆轉是 逆轉是非常有機會的 我們那個打野的很爛耶 所以我要小心一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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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掉了 剛才大意了啦 以為說可以宰掉他 然後對方又吃到一隻那個 他們所謂的說 攻擊的龍吧 這個龍很強 會打我們的建築物 看有一點危險喔 這一局 死掉兩次了 我的這隻攻擊是很強的 我輸出型的 那個戰士 輸出型的角色 我會殺到這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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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殺一個人了 要殺掉一個角色囉 隊友如果不行只能靠自己囉 打點怪 打點小怪 打點小怪 誒克斯你在幹什麼東西 我已經快要滿裝了哈 等我滿裝的時候就是我這一隻角色最恐怖的時候 看一下對方 剛才就是那個人凶殺我的 然後再買一個這種強化的 讓他跑掉了 隊友真是笨阿 四個人打不到一隻 真是 太笨了 不理他們了 咦 哈哈哈哈 Destroy 欸不會投降吧 拜託 機場打的算不錯啊 怎麼會投降 大家都... 隊友那麼爛喔 死了吧 OK 去了Go Swing 他們又抓到那隻龍了 抓到那隻龍了 他們又抓到龍了 機場之所以打的辛苦是大家不聚在一起 大家現在在... 全部躲在那邊想幹什麼 這笨蛋要死了喔 隊友真是... 怎麼... 起死捏 怎麼這麼傻啊 不要亂跑喔 你們亂跑會死得難看喔 來啊來啊 開戰了 好笨啊 對方有一隻放棄 對方那隻火龍有點放棄 可是我們的隊友有一個很爛 他們又要打龍了 先殺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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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不過去了啦 你就死掉吧 趕不過去囉 趕不過去了啊 要怎麼趕過去 要怎麼趕過去 應該被釋放了 那隻龍應該被放掉了 我又要雙殺了 雙殺了 然後我們又搶到那隻龍 有時候不得不說就是自己真的還蠻不錯的 這個遊戲玩的還算蠻厲害的 只是說這個好像沒有電競吧 這個...我們國內好像比較沒有在推這個遊戲 不然我應該要去報名出的電競旅程 好吧 我應該要把那些彈掉啦 哇 也是我彈掉的 就贏了 所以這個遊戲可以推薦啊 好吧 第一名啊 十四殺兩屎六助攻 好 那今天就到這啦 就推薦這個遊戲 這叫Vanglori 中文叫做虛龍 好